因为我小孩现在要在这儿长大 这个能学到这些东西的环境 几乎是没有完全是零 有那些艺人梦想的 就是想要当idol啊 想要去不管是韩国或在台湾发展 他就是不知道要去在哪里学 他明明是想要走的方向是idol 可是他却选择在街舞教室学跳舞 其实在韩国的话 一般是根本没有这种现象 然后这样换队形吧 金志胡十年前 就是韩国演艺公司的练习生 十几岁开始天天练习 从肢体语言到眼神对焦 任何细节都要细细雕琢 过程历历在目 其实练习生的时候很累 我从高中开始了 我下课以后马上坐公车 去公司一直学习机课 然后去舞蹈教授跳舞 然后回家的话 晚上11点左右那样 每天这样的生活 回想自己当年的辛苦 金志胡却甘之如鱼 因为热爱舞蹈也喜欢表演 结婚后搬到台湾 他也想打造梦想舞台 让有明星梦的孩子得以圆目 我觉得他就是比较注重表情 然后还有队形跟一些小动作的细节都要很正气 因为他是有当过练习生的 所以还就是他在帮我们调动作的时候还蛮像就是韩国的舞蹈老师然后再一个一个调我们的动作 让我们就比较整齐一点 复制韩国模式到台湾不只教学生跳舞 他要打造的 是偶像团体 所以如何面对镜头微笑 都有专业课程指导 加上他在韩国演艺圈的人脉积极替台湾孩子扑鲁 学生其实都大部分有那个明星嘛 所以我比较不一样 因为我不是不一定叫跳舞 我是孩子怎么样的这样拍的录音还是跳的时候怎么漂亮或者有礼貌 因为我们这明星是一直 就是人对人 만나人对面你跟我这样对面的时候怎么有礼貌 说起培训韩国艺人相当专业 一年前金智胡跟老公看准男台湾市场缺少全方位演艺教室 决定复制韩国艺人出道模式招募练习生培训艺人 所以我在跳舞以后拍影片然后那个破了我的ID 就是我朋友说哦你还可以 他们发音很好所以我跟老公讲哦我还不错 他们所以他说那我也很多认识了很多 所以我们在这里开这个公司吧 因为我小孩现在要在这长大 这个能学到这些东西的环境几乎是没有 完全是零 有那些艺人梦想的就是想要当爱豆啊 想要去不管是韩国或在台湾发展 他就是不知道要去在哪里学 他明明是想要走的方向是爱豆 可是他却选择在街舞教室学跳舞 其实在韩国的话一般是根本没有这种现象 来上课的孩子最小只有四岁 一路培训到高中女生都有 两人抓紧台湾孩子的演艺梦 也开始自己在台湾的创业梦 可是真正在韩国厉害的他们都是跟K-pop有关系 因为K-pop的元素里面是什么舞蹈的元素 都在里面做成的一个要表演的东西 然后他们的细节真的很细 表情 嘴 连一个动作 然后最难的是他们在 因为他们是爱豆是团体嘛 他们虽然是一个一个六七个人 可是他们在一个团体是他们要表演的像一个人一样 厉害的是这个点 其实于川友年轻时也曾经跟唱片公司合作 韩国华侨的身份让他中韩双语流利 当年差一点就要在台湾出道 两人在首尔相视相恋 相仿的背景一排即合 结婚之后决定到台湾发展 像如果他自己真的有本事 自己会唱歌作曲做那种 我觉得还OK 可是有一些小孩的话 他就像我刚才讲的 我觉得他明明是一个是可以走这一条路的线 可是他三四年时间不是在 不是花在做他想做的事情的那个过程 他是在走别的方向的过程 当然不是说不好 可是我觉得以这个方式的话会更快 会对他更有机会 两人专业出身一眼就能看出 小孩的表演潜力 然而要在南台湾立足 直一声音没少过 夫妻拿出当年的练习生精神 不屈不挠也不放弃 从陪训新人到拍MV 还要外聘韩国师资 总算开始有演出机会找上门 每一场演出都是金智湖 亲自操刀团圆装法 连服装也是全团精心搭配 小女孩准备正式登台 难免紧张 身为经纪人的余传泳 则是像爸爸一样 一会儿说笑话 一会儿扮鬼脸 缓和气氛 上台前不忘炸油打气 发光发热的小女孩 早就把舞步练得纯熟 金智湖和渔船有难言骄傲 仿佛看到当年的自己 在舞台上自信演出 打造明星训练基地 光有偶像团体还不够 这一间专业录音间 也是要培训新人的练习场所 将来有机会发唱片 像我这边的话 机会是可以提供的 可是我基本上我也不可以乱提供 如果是反正制作人说 他觉得他有一点那个感觉的时候 那反正他看的一定会比我厉害 他觉得他可以的话 他在努力的话 就可能就是真的是 可能会有一个画面出来 找来韩国歌唱老师教学 再聘请台湾歌手老师 认真培训潜力新人 专业级练唱室天天都有学生来练习 同一首歌不断反复练唱 咬字发声节奏不断加长 才艺表演不只是余性节目 而是真实的艺人训练班 我都是直接实战经验去训练的 然后他的等于说 他会跟你说 其实这些东西要很多前置作业 然后就会 就会有一种 你会突然间觉得 难怪韩国很多很厉害的艺人 如果说是这种训练方式的话 那也难怪会有一些东西 余传勇夫妻搬到台湾定居 已经超过四年 现在习惯台湾的生活步调 还买了新家落地生根 但不能忘记母语 所以家中还是摆了满满的幼儿韩文书 小孩还小的时候 其实还蛮担心他国语会学得不好 所以想要刻意让他讲中文 可是现在他中文讲的比我们都好 所以又怕他忘记韩文 所以妈妈像我们一般在家 是全部是韩文 回忆当年 余传勇只差一步就要签约出道 虽然没有成名 却因为流利的中文 让他成为双语翻译 也认识了在练习生涯 苦称的金志胡 相知相惜交往结婚 人生转了一圈 在台湾定居下来 就我朋友的工作 他想要拜托我 他工作在高雄 所以第一次到高雄 从釜山到高雄 生活步调慢一点 还走上创业路 如今传承自己当年的勇气 在这群台湾年轻孩子身上 种下更多梦想种子